大家晚安 我們臺灣的總統雖然不是因為他是道德的模範 所以他選條 但是不管怎麼說紀念是一國的總統 他要有一定的高度 這就是說為什麼 秀學生 如果你最高在加精針 加那個小指頭 沒人會說話 但是總統大庭廣眾思想 他咬頭指頭 就會被人家講話 另外就是說 中文一句話叫做因業廢食 意思就是說 有一次吃飯去驚到 你難得過永遠不吃飯 你去捕捉一次 你英文不怕 我們今天就是用這個角度來看 你總統府做一個總統 你對你自己本身的安危 跟整個社會對你的觀感 你兩者之間 你採取任何的措施的時候 你的觀感在哪裡 你總統如果沒有觀感 人民對你當然也沒有太多 我們這裡拆下去 各位介紹現場五月來臺灣 第一位立委 羅蘇勒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再來我們自射媒體人 翁水柱 大家安安 大家好 台北七七 王簡宇彥 老師好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咱們自身媒體人 周年華 主持人 郭美鳳晴 大家好 咱們自身媒體人 康仁俊 主持人好 大家晚安 各位朋友 最近馬總統不太平靜 上個位有刷車 衝撞總統府 最近還有郝隆斌 郝博春 他們爬領先後開砲 那麼為了保護馬總統的安全 總統府居然出了一個妙招 大家來了解一下 就算是大白天 總統府前的凱道 都可以看到警察戰哨 仔細注意經過車輛的動態 到了深夜 警方還會縮減三個車道 進行攔檢管制 未來更計劃 特定路段在深夜進行全面管制 就是要避免總統府被衝撞的事件再度發生 從1月25號張德鎮 那個駕車衝撞總統府之後 我們在當天就已經開始實施 從晚上的23點到早上的6點 我們會實施 實施凱道 凱道縮減車道的一個部設 即使我們採取了這樣的夜間的管制 對於民眾的行車距離 行車時間 行車的習慣的路線 並沒有造成一個很明顯的影響 我們還需要在協調以後 我們才會決定公告時間再行實施 現在還沒有再實施的這個階段 總統府證實 未來安全考量 周邊道路會進行交管 範圍包括總統府前 重慶南路到淮寧街之間的凱道 從晚上10點開始到隔天凌晨6點全面封閉 另外總統府後門 博愛路到桃園街之間的長沙街 同樣從晚上10點開始到隔天凌晨6點全面封閉 市長他講得很清楚 畢竟台灣這一路走來 自由民主開放的形象得來不易 因此市長希望總統府方面 能夠審慎評估民眾以及國際觀感 不要因夜廢時 畢竟元首的為安是一個聯合勤務 然後台北市警察局是執行單位之一 農府這樣的措施就不知精細是何氣 就好像回到以前戒嚴的準 戒嚴時期 一直談空間減嚴 怎麼空間還限制得越來越嚴格 影響台北市民的權益 我追求民主的聲音在這邊發聲 所以它是象徵著台灣民主的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就很像是以前這個威權專制的皇帝 要把自己的城牆組起來 好 各位朋友這是因為張德鎮的 去衝撞總統府 最後演變出來的結果 我覺得做得 水長這樣做得好像不夠徹底 因為要防沙子車 後面有個長沙街 那個長沙街不用改名字嗎 水長 總統府這樣做 我看到的就是整個市民 藍綠的代表 整個都出來叫 他們是吃飽聲音 我先說 政府說白菜的地方 尚高雄還記得嗎 前幾天也是主委私部 主委私部報道說 總統府打算封街 以求維安對不對 那時候政府怎麼說的 沒有這件事 沒有這件事 從無此規劃對不對 才幾天而已就馬上幹了 而且幹了的結果竟然還是用酒駕為情務 沒有錯 是酒駕 不過酒駕的那些等於說 應該攔截的那個警車 不應該放在總統府前面的凱盜 應該在總統府裡面 我們有一個總統 每天都喝到酒駕 喝醉酒一樣 還有 剛剛這個總統府的發言人 他怎麼說 在晚上這個時候不影響 造成最大的這個等於說不影響 如果是這樣的話 半夜其實都不太影響 那應該從哪裡封 我個人建議 你乾脆為馬英九住的 大的總統官邸開始封了 整個都封起來 挖地道 只要馬英九在的地方有沒有 全部都封起來 所有的人車樹山 什麼東西都不肯走好了 我也看過一個民主國家的總統 這驚喜這麼貪財 每個月存四十幾萬 這麼怕死 稍微有一個東西弄上去 我趕快給他封起來 各位啊 如果說一艘30車撞進去 中華民國自有總統府以來 已經叫做日本時代總統府 第一次有三十幾萬車撞進去 以前是有其他卡通車什麼 第二次有三十幾萬車 難道每個晚上都是殺死車嗎 還有 2003年五月的時候 有一個 算說有過請一個卡車司機 因為對交通部不滿 幾個警察不滿嘛 載著滿滿的汽油去撞交通部的大門 引起火警他自己燒死 難道交通部前面要全部封起來嗎 對不對 還有你們大家可能不知道 有一次有一個黑社會出席的人 他對總統府對整個政府很不滿 他去買了六六火箭彈 火箭筒 你知道他的設置嗎 可能為那個政府門那裡有沒有 絕對撞到總統府 那為了安全起電 乾脆就在這個地方全部封起來 再加一個炮彈都打不出來的 等於說防彈的一個玻璃為幕嗎 不是這個樣子的 罪珠咬喜 你的總統的安全維安一定要做到 包括總統弱獎的每個地方 總統府 如果總統府的維安做不到 那要養那麼多的士兵幹什麼 對不對 維安除了要注意 另外一個就在哪裡啊 就在民心 如果老百姓不是怨氣沖天 那為什麼會做這些事情呢 他只想到說我怕人來農 所以我就問這樣 那我們現在可以解釋了 為什麼全國的警察局 花50萬去買幾百的 那個那個防鞋的 藍鞋網 藍鞋網 以後馬英九在的地方 全部成立進行區 什麼進行區 鞋子進行區 是各位朋友 因為上個月25號 清城搧車車去 弄總統府 為了總統的維安 總統府隔天清城 隔天清城就請台北市警局 把凱道的車道縮減 假借夜間酒駕檢測 用這個理由來做這件事 做什麼 為了維安交管 今天傳出的中東有 計位未來是要拖門前 也就是重慶南路 封鎖到淮寧街口 後門則是從桃園街 長沙街口 一路一直封鎖到長沙街 不要落靠這個區域 晚上10點開始 交通關閘到隔天的清城六點 屬於立委 國民黨我是沒有人在管理說你到底對總統安危怎麼樣 但是這是國家的事情 所有的國民不及台北市做出這樣的一個決定 完全不考慮第一個實際的效應 第二個人民的觀感嗎 那個郝龍斌市長他講說陰逸會死 他講說那個要顧及到國際的觀感 國際的形象 那今天我們要講說 到底你總統府 或者跟中政分局 你們決定要封這凱道 你不及其他人 難道你說你要封起來之後 總統府會安全 永保平安 就安全 就是說你要想說你應的方法 有沒有達到你預期的效果 那難道說你晚上封了那個路 那以後就不會有真的去衝嗎 其實我們的總統府 我以前曾經質詢過 就是說其實我們的總統府 是在砲口下的總統府 因為我們的總統府很危險 其實他的三站樓 跟他的冠冠那邊 都要總統五站樓 照講你博愛特區 你現在不應該讓很多高樓大廈去蓋 所以你為了讓土地那些財團 一間一間就去 什麼嚴大一平宴 什麼揚聲什麼 放到一堆堆 就是剛剛講的嘛 主持人講你如果跑 你如果要去那裡 是 四高點 四高點 主義的最好的地方 對不對 是啊 所以你知道你是誰出了 這個燒主意嗎 你風路 風路 你封了了一死 你風路了永遠嘛 再來一點就是說 難道你總統 你英文都要捏在裡面 你都不會出來嘛 所以我們都知道嘛 你用大魚治水 大魚治水是要用疏通的嘛 不是用去煮 你爸爸用了煮老的 用煮菜的方法嘛 所以你要了解說 為什麼人民會去沖總統府 為什麼人家會去丟鞋子 就有很多的名業嘛 包括總統你去那個什麼勞動部 要去剪載 要去接牌 以前接牌很風光 那在門外 外面有一個牌很大 他跟紅布把他拉下來 你為什麼躲到二樓去嘛 因為為什麼 因為外面有一群官場的勞工 在抗爭嘛 要解決嗎 會嘛 會解決嘛 兩億而已嘛 你剛才在那載團 這麼多錢你就幫他說 為什麼兩億你不會解決嘛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來解決 到底民眾 他對你不滿的地方在哪裡 你把他解決掉了 就沒事了 對 南銜王也可以拆掉啊 那封路封什麼 不需要封嘛 是 以前劉耀國台北市區議員 這件事情說真的 郝隆斌已經講得很清楚 因夜廢時就差沒有講一句 你是不是跟這條路一樣 兩個都瘋了嗎 可是他就是做了 對 所以今天喔 我真的很難得 今天還是要稱讚臺北市政府 至少他敢出來講 說這個是不是影響國際形象 重回戒嚴 我昨天晚上正好經過凱道 你遠遠的這個開車過去 覺得很奇怪 因為總統府這樣嘛 他前面就一個紅的燈 一個綠的燈 遠遠看還會覺得說 怎麼一個跟我 就是阿艾的兩個燈在那裡 到底要撞哪一個燈嗎 沒有 你真的覺得有點那種 酒家的那種封城的味道 遠遠看過去 很奇怪 然後接著他現在開始準備要封這一些 特別是政府現在評估出來 只有早上跟給總統府 也只有早上跟當晚的時間喔 現在只有給他兩個交流 交通流量而已 晚上的交通流量還沒有估出來 平常誰在估這晚上的流量 早上七點到九點了 就一兩千台車了 晚上五點到七點 就也是接近兩千台 加起來是三四千台車 這個是平常尖鋒時間的流量 你當然是不能動 我看如果台北市政府不擋的話 那你搞不好挖成護城河了 好 那你現在說晚上 晚上你要用多少的警察 你只是擺個道而已嗎 我舉個例來說 7月24號國民黨的中央黨部 只是馬英九去開個普通的中常會 那一天彈性管制 總共出動了225個警力 彈性管制 就是那一天就是開個中常會而已 就那三四個鐘頭 225個保警出動兩三個隊 然後以及中央分局 那你想以後總統府邊 他如果不挖戶成河的話 晚上你看那個時間 他已經封到了之後 他除了擺燈之外 他要出動多少警察去那裡站 所以我還是提醒真的總統府 不要到底在怕什麼 我真的高度懷疑 其實這是國安局特勤單位 已經提出了高度警備 他是在怕什麼 總統府那麼大的時候 半夜車撞 其實他的求償也只是300萬而已 他為什麼要這樣小題大做呢 我覺得他心裡有鬼 他心裡真的在怕什麼東西 那這個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出來的 是 年華 這樣的一個規定晚上10點到早上6點 是不是意思就是要撞 就是10點之前跟9點跟早上6點以後 對 你如果說封到是可以保障 總統府絕對的安全 我真的要問啊 你為什麼是6點到早 晚上10點到早上6點 這段時間不能撞 其他時間就可以撞嗎 其實他這個行為叫脫褲子放屁 多此一舉 他完全沒有用 大家有沒有注意他現在拿什麼封路 就擠台警車跟塑膠三角錐 這個擋得住砂石車 今天砂石車司機如果真的不要命 我命給你賠了 那幾台警車那幾個塑膠三角錐 他真的擋得住嗎 你也照想他撞進去 我記得美國前總統 趕乃迪總統的遺孫 賈桂林曾經講過一句話 他說如果有一個人拚著連命都不要 要刺殺美國總統 那真的是防不勝防 同樣的道理嘛 你今天張德正為什麼能開車衝進去 不是因為凱道路沒有封 而是因為你從林申北路 仁愛路從林申北路以西 所有的警察 所有的監視器 所有的憲兵都失職嘛 因為臺北市政府規定很清楚 仁愛路過了林申北路之後 是不能通行大貨車的 你一台沙子車出現在那邊 接受路派出所 仁愛路派出所都沒有發現 憲兵都沒有發現 那憲兵 當你憲兵發現 車子往總統府直衝沒有減速的時候 你該做什麼動作 你們有沒有做 不是關防彈門 防彈門不是這樣子用的 那這些你們都不檢討 現在去封路 沒有用嘛 再來要封 我是建議你們封徹底一點 因為你還漏掉貴陽街 還漏掉寶慶路 還漏掉重慶南路 還有所有通到重慶南路的路 對 所以整個這樣 既然總統不喜歡跟我們接近 乾脆我是建議這樣 羅委員拜託 立法院給他一筆預算 總統府四周蓋厚一公尺的 然後高十層樓的圍牆 就把他關起來好了 那個大阪城封城秀吉的那一層 尤其那是後來還有再加蓋 再加蓋的 去做參考 就給他嘛 你竟然那麼討厭我們 今天這個事情 我告訴大家 這個方案不是馬英九創造出來的 因為以前其實總統府 臺灣的總統府 的確是不安全 那個地理位置的確是不安全 眾生不夠 再加上那個旁邊的制高點太多 但是我請教一下 過去有什麼時候出現說 你們要把總統揭穿 放在那裡 還減攏三個車 以前沒有出現過這種情況 那以前的國安單位 其實也曾經提出類似的方案 但是陳水扁總統是 連看都不想看 他說這個東西不可能 因為你這樣做 第一 你的形象很差 第二 你要耗費多少社會資源 你不要以為凱道那邊 晚上車很少 有很多一大清早 要去果菜市場 要送回去 其實都會經過那邊 因為要通往環河市場 都會經過那邊 你要叫這些大卡車 這些司機要去落入嗎 你當你都沒有想到的時候 如果你這個總統 沒有替人民著想的時候 人民自然也不會尊敬你 各位應該有讀過聖經裡面 伊甸園的故事 亞當跟夏娃為什麼會去吃 那個知識之果 因為上帝跟他講說 所有的果樹你都可以吃 只有那一顆不可以吃 他偏要吃 結果他吃哪一顆 他就吃那一顆 你現在不是等於 做了一個標誌 加五湯來弄 但是 林俊 馬英九最近心中 是有快感的 為什麼快感 各位朋友 你有沒有聽到他們怎麼講 白宮也是這樣做 馬英九跟美國總統一樣 這樣說起來很有道理 不是這樣 我覺得這是一個歪理 我必須要講 就是說維安 我覺得如果你是總統本身 到任何一個地方 我覺得民眾可以接受維安 任何一種不方便 我覺得大家都會接受 可是晚上十點到早上六點的時間 總統這時候在總統府嗎 應該不是吧 他在他的官邸裡面 所以你在那個時間點 你去特別強調這個地方 你要圍起來 我不知道你的用意在哪裡 我一直想到就是說 當一個人 他的威 他覺得他自己 沒有辦法統一的時候 我就把我的威嚴 加租在一個建築物上面 我把這個建築物變成是我的化身 所以任何人都不能侵犯他 那我不懂你這樣跟戒嚴 有什麼不同 因為你所有人都不准 在這個時間接近這個地方 第二個你為什麼增加那麼多的警力 很簡單 他想要增加預警的時間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有人 有任何不法的舉動的時候 我即使損失警車 甚至我損失警力 我就是讓我的建築物 可以有足夠的時間去做防護 我ok啦 但問題是平常在總統府的周圍 就有很多的便衣哨 你不需要再弄這些 你現在可以去問一下那些執勤的警察 你叫他每天晚上 為了這樣一個建築物 守在那個地方 做一個擴大零檢 你知道那一個零檢的親戶 每天要這樣子弄的時候 要耗損掉多少的警力 那我請問一下任俊 是 總統府總統都不在 都已經防成這個樣子 那總統府官邸要怎麼防 對 所以所以我才講 就是說今天你去防這個建築物 如果今天張德正選擇的是 在中午十二點 那我是不是以後中午十二點 就全天大家都不要走了 第二個 你不要提醒他們 全天晃風 我覺得我其實 對整件事情我覺得 最不能理解就是說 張德正他為什麼去衝撞總統府 他所表達的那麼多的不滿 他其實他是有原因的 我想問一下我們的官員 去了解過沒有 你有沒有去解決他的問題 如果都沒有我們現在看到 大家只在那邊解釋 總統府方面只在解釋說 沒有我們要怎麼封 要怎麼樣 未來怎麼樣 以後會怎麼樣 我覺得那不是重點 民眾要看他在乎的 不是說什麼 我講真的民眾可以忍受不方便 我頂多不要經過那裡就好了 可是問題是民眾的問題沒有解決 我補一句話好不好 我為什麼講 為什麼講說總統 我說因為白宮也是這個樣子 美國真的是要防恐怖分子 我請問一下今天是他們比 人俊是他們自己說白宮 請問一下馬英九把全國的人民 當成是恐怖分子 所以我才講說這一段 我剛剛為什麼舉張德正的那樣例子 就是說你看到很多人的那個訴求 都是很簡單的 如果今天我是為了什麼什麼國家什麼問題 我覺得那還可以有討論空間 可是你會發現這些做出衝撞舉動的 甚至想丟鞋子或什麼 他的訴求都很卑微 你知道嗎 我只是一個問題 我希望政府幫我解決 難道一定要做到這個樣子嗎 是 難道一定要做到這個樣子嗎 很多人都照顧 這段時間到這裡休息一下 後面繼續 謝謝 各位朋友 中禮拜五立法院開議 馬總統下令要讓服貿協議過關 不過卻傳出來國民黨立委 落跑必戰的消息 找跑的跑 躲的躲 沒辦法給了解一下 上週才結束仿中行程 陸委會主委王玉琦 上午就到立法院 向院長王金平朝野立委報告 王彰慧還有月底要簽署的 氣象地震兩項協議 但去年簽的服貿協議 現在還卡在立法院 這個部分主要是由立法院進行審議 但是行政部門也會做好 我們的溝通工作 強壓立法院通過 這樣結果只有讓服貿 在立法院通過的機會 更低 國會自主 我們要成立兩岸監督小組 民間黨團開出服貿審查條件 但立法院兩岸監督小組 執政黨始終反對 3月10號即使服貿公帝 能不能進入實質審查 看來還有變數 但別說綠營準備開戰 國民黨內也有內憂 包括招委張慶忠在內 3名國民黨立委 不想繼續留在內政委員會 改天交通經濟等志願 傳出就是不想再碰服貿協議 我們黨團有特別找他商量 因為他長期在內政委員會 上個會期服貿的公聽會 也是他當招委 所以我們特別勸說他 是不是可以繼續留在內政委員會 國民黨幹部要繼續協調 務求服貿新會期過關 除了服貿爭議 教育部調整歷史課綱也惹惱 綠營立委 台聯黨團料化 週五不讓行政院長 將一化上台做施政報告 民進黨團也要開黨團大會 不排除杯葛 新會期開議 朝野又是燕小偉 您看 總統說是全民總統 但是他叫警察情勢人員 把那條路鑽關起來 圈了起來 封了起來 結果立法院是國會 你提案立法院審 他卻受跨過應該有的柵欄 升到行政院升到總統府 升到立法院裡面去 他為什麼 每個事情都在說什麼 其實在去年九月政爭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嗅到這個味道了 去年要把公民創掉 就是因為服貿要讓他過 甚至包含今年底有可能的貨貿 貨品貿易協議 這個是馬英九他當然希望 以石層上來算 他當然希望這個會期難過 因為下個會期就剛好碰到年底選舉 過的機率更低 你看這次王毅錡跟張志峻去見面 第一次見面 在紫禁山見面那次 出來各自發的新聞稿 可是我們發現 中國那邊看的新聞稿跟我們看的 好像不太一樣 差蠻多的 中國有五點聲明 第一點講的是什麼 就是服貿跟貨貿 是 那王毅錡沒有更正 到底是王毅錡你不敢更正 還是說事實上你跟張志峻 在裡面就是談了這些東西 只是你不講留給張志峻講 到現在這還是一個謎 我們還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確定馬英九的 有很強烈的意志要貫徹 這個會期服貿要讓他過 可是現在問題出在哪裡 除了你國民黨的內政委員 的委員 我不曉得他們能不能堅持到最後 搞不好最後黨邊一揮 大家又軟掉了 除了你的內政委員 打算不去躺這趟渾水之外 整個國民黨的黨團 包括立法院長王金平 是不是有這麼大的決心 說這個會期不論如何 就算說燒爬打到頭上打去 扭腳扭手也要扭路過 這個時候我就覺得民進黨 跟臺聯的責任就相形重大 其實我要跟大家強調 我們不是反對服貿 而是我們反對這種黑箱的服貿 還有裡面有很多條約 有很多條款 其實對臺灣的很多業者 是非常不利的 我們是希望說 當然我知道中國 如果要讓立法 我們也要讓一些給他 大家互相犧牲 可是你要讓產業有時間準備 這整個程序正義 沒有完成的情況下 我覺得看民進黨跟臺聯在野黨 黨的決心有多大 如果民進黨跟臺聯 甚至包含如果親民黨 也願意加入的話 在野黨如果黨的決心非常強烈 我認為即使馬英九想硬闖 國民黨的立委大概也不願意 為了馬英九去打得頭破血流 是 會不會王毅曲回來 跟馬總統搖耳朵說 總統啊 你服貿沒過 馬西會是不用想 有可能我們不知道 但是各位朋友 拚經濟再拚給我們看 馬總統急著要通過 兩岸的服貿協議 拜國立法院開議 馬總統昨天就向立法院喊話 標喜公早日通過兩岸服貿協議 此外為了證明服貿協議 對臺灣是利大於弊 馬英九就搬出了知名臺灣網購的品牌 東京佐伊為例 他怎麼說 他說這間公司完勝足本五萬 代表五萬 現在一年就可以賣到二十五億 馬英九還自己爆料 他說他在網路自己訂購什麼 東京佐伊的T-shirt 三顆多少四百倍 尚還有時尚金飛雪 馬英九還說 創造東京佐伊品牌的鄭景泰和周平均夫婦 他們在等機會到大陸去打天下 我們來看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說越來越看到他們在說大聲音的時候 各位朋友 在網路上創立自民品牌 東京佐伊的夫妻黨鄭景泰和他們的周平均 最近怎麼聽他說離婚期 漂亮 馬英九如果要舉一個好一點的例子 你就稍微舉一下 舉了一個 他說必做離婚期 最主要的原因 他本來是要宣揚說 東京佐伊你看人做得多好 就是因為我嘛對不對 所以做得多好 就好像一直在說自己做得多好 他都沒去看聽老百姓的聲音 你會記得他說他的這個 孫公啊 弄一個台灣跟日本簽那個漁業協定 哇 台北有一間 這個日本做料理的 蝦伯跟他說 我們最近因為進口的這個 孫公啊 賺的這個魚 因為可以去抓魚 所以漁獲成本降低 蝦伯來跟他說感謝就對了 他就說有人支持 我最沒兩個 你看 老闆跟另外一個就對了 這間店 我是總統我去查看看 我在台北市長去查一下 你的成本降低之後 你有感覺嗎 有沒有加會所有的老百姓 跟消費者啊 我為什麼要這樣說 其實我們不反對 任何對台灣的經濟 有幫助的事情 我都不反對 TPP我都不反對 你說胡貌貨貌 不是說不能簽嘛 你不能完全全國 所有老百姓 你都不會說 想跟人先斬後走對不對 看啦 你看不看 這個大家撩背一格 這樣就好 我要怎麼做 不行 國家大事不能這樣幹嘛 對不對 所以這些事情 你都必須要合情跟合理 為什麼呢 我說胡貌 如果是這麼好 為什麼馬英九總統 要準備950億元 準備萬一 對台灣的產業有什麼 952億要去支援 就表示 會有952億的風險嘛 會負擔嘛 而且我跟你說一個最簡單的 昨天台灣的媒體來講 過完年了 現在過完年了 二月 完小姐也過了 整個過年都過了 照理來說 人家說 雞肉的錢 雞腿的錢 全部都要同 豬肉要同 結果現在是雞也去 豬也去 水果也去 蔬菜也去 我總統說 你在叫人家說 企業要加薪 那個沒有用 如果總統真的有心拼經濟的話 麻煩總統給我們 我們全民一個承諾 你多久 有材料 讓全台灣的便當 都給10塊就好 10塊就好 10塊就好 為什麼 三餐吃便當 是什麼人 980萬6天 起10塊 你知道對他們的影響有多嗎 你有材料 拼經濟 沒辦法加薪的情況下 在那些便當都在加薪的時候 你沒辦法 因為你做總統拼經濟 讓他們全部給10塊 你做得夠嗎 所以語言 就有人在講 我們現在服帽還沒有通過 對 那為什麼沒有服帽 人家可以從5萬做到25億 對 沒有錯 那服帽通過了 如果說 一定要服帽才做的錢 那之前他們是怎麼做的 沒有錯 所以台灣的經濟 靠的一定不是馬英九 他去簽了什麼什麼東西 對不對 但是他今天馬英九到家裡 看我們電視的時候 一定想說 唉唷 我去網購三件衣服 人家就離婚了 這是人家 所以當我就是誰才貴 我三三倒 我在條 私底幕就是他 對不對 一定這樣完蛋 但是他我要看 就是說 他如果是一個認真的總統的話 那他如果是下面的下情 可以上達的話 他一定那個訊息就會進來了 對不對 我今天要去拜訪誰 那個是我的支持 他一定說不好意思 我家正好出事了 他每天不要來網購我們 他就是下面的訊息 永遠都上不來 所以他每天聽到 就是上面的話 聽到王玉琦跟他講什麼 金普通跟他講什麼 就這些有的沒有的 都進來訊息 所以他訊息不明確的時候 他每天就會發生這些 狗屁刀招的事情 所以他的訊息 來自中國他會聽 來自高層財團的會聽 所以他在簽這個服帽協議的時候 他沒有聽立法院的聲音嘛 你就不要說民進黨了 國民黨立委也不知道 好 可是我們剛剛就講到說 那這些國民黨的立委 現在說能散就散 但是我心裡有一個聲音 就是說 以我在台北市議會表決的經驗 我們表決過四十三次 就連續就是在幾個鐘頭內 表決四十三次 那每個議題有民生的 有政治的 有各種的 四十三次國民黨的議員 沒有一個人跑票 每一個人一致都遵照黨團決議 所以就這一個來說 我是覺得 我不敢說 對於未來這個會期裡面 立法院審議 服貿協議 能不能站在最基本的人民這一邊 我其實是不抱很樂觀 但是我相信人民有自己的力量 我們拚經濟不要這樣想 他如果真的要平易物價 他明天滿一九 你去台北果菜市場去 然後找那個董事長說 你就是給我平易物價 能不能幾個重點的指標 物價會不會降下來 會嘛 是這個羅偉恩 說一個做正點 你不要舉一個 你要說服人民的時候 你要說一個比較漂亮 沒有錯 你資訊弄好一點 結果這位周景泰 鄭景泰跟周平均 這個紅毛創業夫婦 現在傳出什麼消息 長期這個老闆對他的感受 家暴 今天已經離婚協議書 已經簽下去了 所以網友怎麼說 他說夭壽 這如果叫馬英九去插到 親者叫做 他叫做這個七里子散 種者家破輪亡 還有人講說 這是馬賽最強第一史 就是意思就是說 馬英九 你如果要跟人民說好消息的時候 也稍微感謝 那個董寧 一個總統的滿意度這麼低 所以什麼事情 大家都以為賣去想 其實他舉這個例子 主要是在說他們的 他們的行李的部分 是 那其他夫妻不好 也不是說因為總統去買 之後他才不好嘛 他參加家暴嘛 對不對 民眾對他一個不滿嘛 不滿反正主要說 賣了 絕對都不給你賣你辛苦 我是覺得這個大可不必 我覺得說 我們還是比較關心 真正說臺灣的議題就好了 那胡茂要不要過 胡茂要不要過 就簡訊你臺灣要不要走出去 那事實上 我我很仔細去研究過胡茂 我今天坦白講 到底我們有多少人 真的把胡茂的那個條文 全部看完 坦白講民進黨反對反對 有人看完嗎 我是一個字一直看 胡茂要不要過 一定要過 因為這個影響了臺灣的以後 到底你跟海外之間的 要不要走 只是說你要怎麼走 那當然我們很瞭解嘛 剛開始的一個溝通不夠嘛 大家都說 那樣作業啊 什麼什麼 你回來拿回來 你請報大家 你說過龍波是講家暴 還是在講馬英九 跟人民現在 我現在是說這個胡茂的一個溝通 溝通的不夠嘛 就說好 因為大家要說胡茂嘛 那當然引起反彈嘛 反彈之後我們擔心什麼 一個合約的簽去 一定有一個好的市民跟他賣的市民 包括其實大家說胡茂 有很多產業的傷害 他跟柳西蘭車賣的 你讓我去看 他跟柳西蘭車賣的 但是大陸還有讓利給我們 柳西蘭讓利給我們 沒有變產 我差了一句話 你說一定有利有弊嘛 對 仁俊兄我們到現在聽到哪個 我聽到真的都是有利啊 弊在哪裡 為什麼不能講 我們剛剛講家暴嘛 國民黨就像一個大家庭 今天馬英九就是他們的大家長 我有時候都覺得說 其實國民黨立委常常被這個大家長給家暴 但是國民黨立委 有時候不太敢 像我們現在舉這個例子裡面 沒理會啦 大家賣到底 我不需要講 就是說為什麼他不先公開 這我其實一直很納悶這一點 就是說你為什麼不先溝通 我唯一能夠想到的就是 我要跟你溝通什麼 我也不知道要簽什麼 我真的唯一只能想到這一點 就是說今天我們大家一直在討論說 為什麼他不願意先跟大家講清楚 就是最少一個方向 你最早已經告訴我 你要簽 簽什麼東西 我告訴你 你就只要講說 對臺灣人民有利 我絕對不會最愛臺灣 這句話你也可以講嘛 那你連這個都不講的時候 我真的只能往那個方向想 就是因為你連要去簽的人 你都不知道我會簽出什麼東西出來 是 謝謝 所以馬英九的立法規定 凡是夫妻創業 十年之內不准家暴 尤其在總統消息傳出來 三個月之內 離婚協議書不准公開 我們今天先告訴大家 我們繼續 謝謝 各位朋友 台北市長選情逐漸加分 郭民棟中央委員連勝文 預定下星期二四號 宣布要參選台北市場 民進黨也預定三月要展開初選 到底柯文哲能不能跟民進黨進行整合 來了解一下 台東中山長老教會 柯文哲化身柯教授大談生死哲理 不過外界關注的 還是他的入黨問題 外傳柯文哲日前 向前總統李登輝請義 曾當面表明 將以五黨籍參選台北市長 我猜我應該是有跟他講說 我應該朝那個方向 但是我不會說直接跟他講說 我一定要用五黨籍去選 你說就是入黨之後 會少5%選票 但是不入黨呢 又擔心沒有人力跟財力值 如果有政黨他有個系統 什麼都沒有啊 就被人家從頭建立啊 這個就蠻累的 那五趴對你有很重要嗎 我猜那個勝負就在那五趴 幾乎快半年來 他個人的問題 怎麼會變成全國大事 我真不能解釋 一個人如果連他自己的事情 都沒辦法處理好 我們268萬市民 很多的事情 我能夠期待他來做 民進黨是開放的政黨 歡迎有志一同的人參加 民進黨是民主的政黨 參加退出都是自由民主的 入黨是有利有弊啦 當然如果加入民進黨 最後就是回歸難力嘛 對選嘛 但是選戰比較好打 組織難力都 基本盤就歸隊啦 如果不是民進黨的話 他要判斷可能就是擴張線比較可能 也沒有什麼公式可以算得這麼精確 所以我想我倒不建議他 這麼早就再算百分之幾 再也整合卡關 不過民進黨北市長提名人 徵詢小組27號就要開會 黨中央決議 如果柯文哲在27號前 還沒表態入黨 將以目前有意參選的五人 進行整合 你跟那個黨中央已經講好說 你要讓五個人先去死散 到時候做漁翁力是這樣嗎 沒有啦 我沒有那麼陰險 沉住氣嘛 慢慢處理 整合是個困難嘛 但是我覺得還是 還是盡我的最大力量 去往最後目標前進 是 各位朋友 我們其實有一個疏忽的角度 是 就是我們能不能從綠營的角度 而不是只從民進黨的角度 因為綠營當然也包括民進黨 從綠營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 快刀斬亂麻 對 現在一個很現實的就是說 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 那麼連勝文如果沒有其他意外 後禮拜會正式宣布參選 台北市長 而且如果沒有其他意外 他一定會得到 國民黨的台北市長的提名 如果沒有其他意外的話 因為現在我們說的是一個現實 就對了 那麼你現在綠營也好 犯這個在野大聯盟 犯綠大聯盟不管也好 不過你現在面對的就是連勝文 連勝文姑且不論他跟媽贏救 對嗎 之間有什麼衝突幹什麼 可是他如果代表國民黨來要選 台北市長好選的人 藍營的勢力就會整合 整合了組織站就會進來 錢你不要以為說只有連勝文的錢 國民黨整個支援組織站就會進來 那麼我們必須考量的一點就是說 我們第一次說就是 現在你的打這個戰略 你要做什麼 你是我民進黨不能缺席 還是要贏得勝選 這是你要考量的一點嘛 我民進黨不能缺席 我昨天已經在節目上講過了 因為民進黨主席 蘇晋聰先生 我一直一直不斷地提提他 我就在寄予厚望 因為上一次他雖然五月才開始 可是問題是你也是輸十幾萬票啊 在上一次還是輸啊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分裂的藍營 你團結的綠營都不一定打得贏 所以你沒有分裂的本錢 當然柯文哲當時曾經跟蘇貞昌 達成一個協議就是說 泛綠大聯盟只會有一組出來嘛 對吧 可是問題是如果再這樣子下去的話 柯文哲現在也知道了 如果你沒有組織站 你沒有就打這個選舉 你會很辛苦的 可是世間的事情沒有從天而降的事情 不是你要怎樣就怎樣 但是民進黨也要自己去評估 難道只要一個屬於我民進黨的董環 難道當時來集齊民進黨 只有那十幾萬的董環而已嗎 是 因為這個議員 因為你在台北去做事 我要請問一下 就是說尊共用力量的角度來看 那麼不管是現在民進黨五個 之後再跟柯文哲 或者現在就是六個人進去 那麼不管怎麼樣 大家都認為綠營要贏 或者把國民黨拉下來 這是最重要的 那如果這種情況之下 堅持說 我民進黨怎麼可以不提人 我有民進黨的黨規 各位朋友 那有點 我說我講直接一點 我朋友講說 那不是等於告訴人民 中華民國首都繼續在南京嗎 我講的比較直接 對 沒有錯啊 這個對我們黨內來說 當然這是痛苦啊 我本身也是民進黨員 那在這一次他們的會議裡面 的確有一兩位就堅持說不行 他一定要入黨才行 不管有沒有入黨兩年 他就是一定要掛民進黨的這個棋子 可是你剛剛聽到幾位 黨內的領導階層 你就知道說其實不一定是這樣 所以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沒有 我聽到現在進度跟上個月 還是都一樣 所以沒有放棄任何一件事 可是我們回顧頭來講就是 台北市真的是非常艱困的選區 他艱困程度 是我自己預期 等這個連勝文宣布參選之後的 一個月以內 其實科醫師跟媒體的密約區 就正式宣告結束 所有的攻擊一定來嘛 那對方的組織戰 那個黨務系統一下打之後 國民黨的組織戰 我想羅委員更清楚 他們是到了0的系統 那我們民進黨頂多到裡的系統 然後臺北市民進黨的里長 沒有幾個 民進黨級的沒幾個 國民黨的黨務系統 他是長期的整個組織體系 所以一旦這個一個月以後 當連勝文宣布參選 如果他沒有整合 那是另外一回事 他一旦整合成功之後 整個臺灣派在北臺灣裡面 是陷入一個強大的困境 所以我在這裡也提醒 科醫師是沒有這個時局 是沒有讓科醫師在失言的機會 因為科醫師一直在失言 那我也聽到醫界的朋友 幫我跟他解釋 幫我解釋說 學律師的學法律的人 一看到人家講話 都覺得一定說不行對不對 可是醫生出來的時候 每次遇到每個人講話的時候 都哎呀都是說老實話 所以科醫師每天講的都是實話 所以聽在大家耳朵裡面 就覺得你今天講錯那個 明天講錯那個 可是政治在改變 臺灣的政治在改變 為什麼整個亞洲都是素人政治 整個世界都是素人政治 因為我們都期待一個 新的說真話 不一樣的政治產生 如果我們民進黨 或者是科醫師 或整個世界 我們掌握這個潮流的話 一個政治的改變 搞不好就從臺北開始 為什麼不能 是這個羅委員 我有聽他講說 雖然您有黨籍 但是很多人說說 羅蘇蕾在國民黨裡面 也性質其實有點像 綠營裡面的科文卓 沒有那麼的傳統 我們就請教一下 您以評論的角度來看 今天民進黨跟柯文哲之間 如果您有權力來解決這問題 你為什麼解決 當然那個大家都認為說 柯文哲是政治素人 可是我的觀察 我覺得他不是政治素人 他是政治超人 他其實很厲害 他的政治操作已經達到達到了一個頂峰 他可以把民進黨耍得團團轉 現在民進黨束手無策 不知道要怎麼 你看有一個人這樣 他要的是民進黨的資源 民進黨所有資源 拿你說我沒才力 沒資資 但民進黨包含我一概不佩 我可以一概甩掉嗎 這種叫做政敵 這種叫做政敵素人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說 當然站在一個政黨政治來講的話 當時民進黨的蘇貞昌 他去把那個顧雲雄找出來 請出來 是 你現在說 唉唷 我不要顧雲雄 我竟然要去提一個 不願意加入我民進黨的人 對於顧雲雄情何以下 是 這樣我了解你 政敵可以這樣算嗎 是 不好意思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這段先到這裡 休息一下 讓我繼續 謝謝 共産黨的人說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同樣的選舉 當然不是只有請客出來 贏 現在我們就從如何能夠讓 柯文哲跟民進黨的人選 從中出來 透過什麼機制 我看目前如果民進黨 不修改提名辦法的話 顯然是無解 這絕對不改 因為提名辦法 就定得很清楚 你在民進黨 有人要參選的情況之下 你不可能去放棄自己的黨員 去提名一個無黨籍的人士 那民進黨我覺得現在 能做到最大的狀況就是 不提名 就是不提名 然後讓柯文哲用無黨籍參選 大概我覺得這個 大概就是最好狀況 其實我評估過 柯文哲最好的狀況 大概就是 民進黨 台聯加親民黨 三個政黨聯合推薦他 這大概是他最好的狀況 可是柯文哲他自己顯然 最近遭選舉 可能也想到一些選舉的 現實的問題 是畢竟選舉 不是說每天 每天麥克風 幫你訪問你就可以選 要錢要人 這個投名狀裡面有講話 搶錢搶糧搶女人 選票選舉是這樣 搶錢搶糧搶選票 這些東西 如果沒有一個政黨 在後面幫助你 你會很辛苦 我不是說完全不可能 那再來 我不曉得柯P的 這個所謂的5% 是如何算出來的 那我自己在幫他猜想 因為民進黨的台北市長 選的最好是1998年 陳水扁爭取連任那一次 差不多46% 46加5剛好51 就是過半 大概我在猜柯醫師大概是 用這個角度 在做出發點 可是柯醫師 我也要提醒你 跟你的團隊 不要忽略一件事 陳水扁當時能拿46% 有兩個很重要的條件 第一 他是現任市長 而且政績相當好 有行政資源 第二 他是民進黨提名 而這兩個條件 柯醫師都沒有 所以你能不能拿到46% 還是一個未知數 所以我覺得 的確 現在選舉不是數學 46加5 51 倒算 不是那麼簡單 可是我也覺得說 民進黨 你身為一個最大在野黨 如果你真的想贏台北市長 我覺得 民進黨要負比較大的責任 就是解決跟柯文哲 這個僵局的情況之下 民進黨是需要負 比柯文哲個人 再多一點點的責任 那現在就看 黨主席 他是想拖到新任的黨主席 525之後出現 再來處理這個事情 還是說 在任期結束前 這一任任期結束前 把它處理掉 就看蘇主席 是 謝謝 我問一個比較直接 各位朋友你們有用過GPS 你們不知道 沒有自己沒有碰到過新聞看過 GPS 這條路是通商大道 結果是一條斷橋 你要相信你的GPS還是你轉 轉子又撞下去了 還是你另外走 我的意思就是 任俊有沒有辦法 現在談這些 恭喜才 還有時間談這些嗎 現在就是說 五位民進黨候選人 加上柯文哲 都是綠營的人 沒有人反對吧 大家辯論 大家提出施政的這個報告 然後呢 做完以後 你做兩次做三次 民進黨你不要去主席 譬如說自由時報 民視啦 還是說社團 北社這些來辦 然後完了以後 做一個民調 這樣子會對誰不公平嗎 謝教授現在是剛剛所提的那個東西 其實我在跟很多民進黨的支持者 或者是民進黨黨員 你們在採訪過程當中 他們很直接表達 也有這樣的一個心態 也有人這麼想 是 而且最重要的是 民進黨的這個 所謂的五個候選人 即便你是黨內的五個候選人好了 你是怎麼初選出來的 你還是透過所謂的全民調 那既然是所謂全民調 就是我不是只聽民進黨黨員的聲音 那既然你的這個所謂的黨員 裡面的這個推舉出來的 都是採用全民調 我特別想知道 你用全民調的方式的話 那對於一個現在他有意參選的人 而且他在民調上面 確實是比較高的 這樣狀況之下 你為什麼要排除掉說 這一些的可能性 所以我想兩個月前的民進黨 跟柯文哲之間的關係 跟兩個月後 我會發現到像余彥所講 其實完全沒有改善 那在這兩個月裡面時間 對民進黨來講是一個耗損 但我也必須要講 就是說現在黨內很多人 對這個有一些人 對這個有意見 比如說好像 像這個這個呂秀蓮副總統 他對這個有意見 我認為他的說法也是對的 那所以問題就回到了 剛剛連環哥說的 這個結必須要黨中央來解開 如果黨中央現在你會看到他一天多過一天 我們看到每一個的day night 都不斷地在往後沿 往後沿 事實上這樣的拖延沒有任何的意義 我必須要講的是 你對於民進黨內要參選的人 來講也不公平 我花了那麼多的資源在這上面 結果你今天突然跟我講說 我不知道要怎麼做 你又怕你下 你又怕他下 今天真的有一個結果出來 對其他人來講 我相對是不公平的 那個怨氣 其實民眾也會回來看 就說這就是民進黨捕的 你民眾就是不做的 你連自己黨內的人 你都沒辦法處理了 你怎麼去處理台北市長的問題 不要說到2016 你說你有能力去治理一個東西 我認為民進黨中央 必須要很看清楚 這樣的一個問題存在 因為它確實正在發生 還有一個馮光言 所以說你不能說 這算是跟我 對嗎 是對 只有我們民進黨的 這樣子做得過去嗎 當然沒錯 而且柯平宜現在提出來 他上任 如果他當選第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就 聽忠孝記錄專用到對不對 先貼總統府前面 他禮拜一如果連勝 他禮拜一如果連勝